在街上辦一個宣誓的活動 我們那天晚上就放了煙火 做個晚會 告訴大家說 延民老街的新生運動要開始了 就做這個東西 玩了三四個鐘頭 然後都會發起 因為沒有接下來的資源 也不知道能夠做什麼 但是在 94 年 96 年 我們利用設立延民老街文化館的經費 我們去做了一些東西 去做了 142 間的歷史建築立面的撤繪 先把撤繪圖像做什麼 做起來 那撤繪圖像做起來能夠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只想到說 我用少少的錢先把這些影像 先把這些圖像保存下來 保存下來萬一哪一天 有人突然去敲房子去砍房子 然後去把房子產平 那我有一個記錄在那裡 先這樣做 結果運氣不錯 台中的這個古芬哈美術館 沒有成立 後來那一筆錢 調到台中的這個文化資產籌備處去了 文化資產籌備處 他就突然推出一個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運動 這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出來 全省突然跑出來三十幾個老街 通通要被整頓 通通要被規劃 通通要被整理 那我們西羅也是其中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會怎麼出來 其實雲林縣不是只有北港 不是只有西羅有老街 土庫也有 土偽也有 他們沒有被列進去 那時候我被列進去 我在想 那時候我們有做了一點點掀起的準備 我們西羅就是 西羅老街就是加入了這個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的這個策略裡面 96年羅洋文教基金會 我們比較直接的跑進去做這個規劃跟調查研究 為什麼 因為羅洋文教基金會從84年成立一直到96年 總共十幾年的過程裡面 也有不少的專家學者跑來西羅做研究做調查 但是做了以後 大部分一年的案子結束就跑掉了 就不理我們了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覺得多多少少有受到一點傷害 那另外一個 我們覺得老街的調查 我們已經跑在前面在做了 那我們自己 那時候我是大著膽子跑去接這個案子 因為從來沒做過政府的這種標案 以及從來沒有去做過所謂的學術研究這些東西 反正去做以後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點是這樣 那時候我跟評審委員講 老街要做 要活化 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做得出來的 那一年兩年做了以後 案子結束了 團隊會跑掉 我們不會跑 其實案子做完了 沒有了 可是我們繼續在這裡 我們還是會 不一定會有經費 都會做 所以我們去做了這個 西羅文化資產 環境保存及文化的規劃設計 那那個案子其實已經結束了 99年 今年年初的時候 把所有區域型文化資產的構造都做了掉 那我們促成了一些事情 我們以下來看 這個區域型文化資產的 這個案子做了以後 我們讓有一些店家有改造 然後有一些空間有在利用 包括我們現在的這個地點 這個都是用區域型文化資產 店家活化計畫裡面去把它整理出來了 那我等一下我陸續跟大家做報告 那這個案子做了以後 我們促成了幾件事情 玉利縣政府去把東市場給總修出來 花了大概2800萬 另外我們拿到一些經費 讓我們街上的私人的建築 私人的產權的房子 有三十間 它的立面跟七樓空間獲得修復 那另外一個西樓政公所 互許他們比較積極的去爭取經費 去拿到我們延平路 所謂的歷史街區的範圍 公正路到中心路之間的公共景觀的改善 另外我們也拿到 經濟部商業師的 優質商間環境改善計畫 還有今年會去施行的 這個延平路的 這個齊樓的整齡計畫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在整個做的老建國化運動 從96 年開始以後做的東西 第一個 我們的道路景觀 公共景觀有改善 以前的 剛剛最開始我有講 1937 年 我們在做市區改正的時候 那時候的街長 有一個瑞士 他坐人車分道 他街上有種路數 路燈也都駕得很好看 可是後來 西樓的車輛越來越多了以後 我們的人行道被國有鋪蓋掉 所以整個路面有加寬 但是人車分道那種很舒服的感覺不見了 那我們96 年開始做公共景觀的時候 我們既然要做歷史街區 我們就去把人車分道的這個氛圍再做出來 把路數再種回來 這個是在做路面的整修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我們做到最後 我們去做店家國化計畫裡面其中的一間 那這是也是做公共景觀改造的時候 去挑了幾間的比較重要的歷史建築的立面 去做夜間的燈光的設置 那這是以前東市場還沒有整修之前的樣子 這一間是我們利用規劃設計案子 去整修一個第一個被修復的 這個歷史建築的立面跟棄樓空間 等一下我們這個課結束以後 我們都會去上面看到 這是現在老界上面可以看到的 你看看這三間在88年的時候 我們有辦一個老街屋的選美比賽 這個是第一名 這三間是第一名 那從此以後88年以後 他就變成我們老街上面的一個LOGO 那這三間其實比較清楚的 這一間比較黑黑燒燒 他比較暗比較醜 那因為這三間這兩間有參加我們的修復計畫 這兩間有修復計畫 他的立面有清洗過 那破損的窗戶 欄杆壞掉都有整理 但是這間的歐利桑 第三間的這個歐利桑不願意 他覺得很麻煩 公家的錢他不要 所以他沒有被修復到 比較可惜 我們在做這個老街的那個立面修復的時候 我們有注意到一點 先